陳醫師跟大家談一談過敏症 還要了解一下就是這個陳醫師 包括其他的醫師做一些義工的事情 社會服務的事情 以及我們要欣賞陳醫師拍攝的一些精美的照片 Dr. Kenny Chan 陳醫師多少年請你 這是第一次坐到我們這邊 很高興能夠來到這邊 那我們在做今天的訪問之前 那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陳醫師認識很多年了 陳醫師是我在認識的朋友裡面 文評最多的 本科我們不講了 大家都從那個undergrad本科開始 然後你有三個碩士文評 兩個博士文評 而且都是畢業於名校 我們說USC在UCLA實習 然後又在Keltec 還有芝加哥大學 以及Miami 都是好學校 讀了這麼多的書 生活也很有意思 念書只是一部分而已 很多我看一直在念書法也不一定是什麼最好 很多其他人也有非常豐富的生活經驗 這個是我的路途 對你的路途 而且這也是陳醫師的興趣 因為其實您大學我們說三個本三個碩士兩個博士還包括本科是念的好多東西也相關也沒有太大關係一會是化工一會是生物工程然後又是醫還有什麼 不要再念 當然陳醫師呢是Facy醫療網的醫生也是合夥人 那我們當然其實每年因為大家都醫生有休假我們每個人都有休假可是我知道最近這些年通常您都利用自己的假期還有花著自己的錢去很多地方做義工 其實我們今天陳醫師也帶來了只有幾張照片其實做義工的照片太多了我們幾張照片聽陳醫師講一下故事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這張是新疆我2001年拍的那個時候我是第二次第二次去新疆那一年我就募了一筆款在這邊很多人捐很多社團也賺錢 你上面就看到大概好像幾十萬人民幣的那個時候是蠻多錢的我們捐了一些儀器給這個醫院這個是在新疆北疆的哈瑟克民族醫院我們是幫助他們提高他們的水平 第二張是我們前一年是2000年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帶了帶了幾個美國的醫生這其中那兩個美國醫生的話是那個南加州兒童醫院的教授他們幫我們一起去去看病號 你看這個小孩他那個長下來他那個脖子上面的神經線就有問題所以他那個手很弱 這張是我去年去貴州醫診的時候他們跟我照的看病的時候 對 你看不到我的臉 但是你大概認識我大概可以猜到是我 Anyway 這個是這本南加州 St. Gabriel的那個報紙他們登的他們有一個同行有一個記者跟我們去 那這個是去年去那個尼加拉瓜的時候在外面等了進來這個醫院讓我們看病的時候在外面等著病人有好幾百 每天大概有六七百人 那你們要在那兒待了好多天吧 給大家看病 我待了大概十天左右 這位婦女他 這個在尼加拉瓜那邊我們做了一個很多手術 那其中這個你看左邊那個這個女人的話大概六十幾歲了 你看她左邊已經開完刀的還不錯 她右邊是她一輩子從小到六十幾歲就要這樣 但是沒錢做這個手術也沒人能夠做 所以我們就替她把她那個醫生人整個都改變過來 她小孩也很高興 非常非常高興 所以從小生下來 對 她吐唇開始 吐唇相當嚴重 對 也沒人敢開這個刀 所以我們有外科醫生專門開這個刀 而且非常的感恩就是像你們大家你們這些醫生 有時候陳醫師您帶隊 像大家都是我們都說都是自費 然後到這些貧困的地方去幫助他們 給他們看病 像剛才那位女性六十多歲幫她做整容手術 真的是拯救了她 讓大家看到這麼多故事 所以您接下來今年還會去做一些醫診嗎 對 我幾乎每年都去 我已經去了十幾年了 今年我會再去尼加拉瓜 因為答應他們 我今年再會跟他們去 我們大概有一團 大概有今年會有八十個人左右 這個是美國一個 這麼大的團 一個organization 我很多時候去了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組織 那別人都問 什麼是 Doctors Without Border 無國際醫師 不一定是那個 我沒有跟那個去過 那現在在美國其實很多很多不同的組織 對 謝謝趙師倩這麼多年 做這麼多的醫務工作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少知道的 然後呢 等一下呢 因為陳醫師呢 您為人又好 然後醫術又高超 然後下一個單元呢 我們請陳醫師跟大家講一個問題 雖然說好像大家都覺得它不是什麼大問題 但是呢 應該講的就是關於過敏 過敏症 特別請陳醫師跟大家講 另外呢 陳醫師的興趣愛好特別的廣泛 看音樂啊 然後還有製作一些這個Documentary的節目 還有自己的那個攝影 等一下這個片子的 我們今天訪問的後面兩個單元呢 因為您在很多的醫癒症的時候呢 這個也去拍很多照片 我們來欣賞一下陳醫師的攝影作品 好不好 待會兒見 歡迎您繼續收看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菲西醫療網的內科醫師陳文健博士陳醫師 我們這個單元呢 前面是講了一下義工 那我們其實也很鼓勵 我們各行各業的朋友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都做一些義務的工作 那麼自己也是很開心 又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這個單元呢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陳醫師一個問題就是談談過敏 先讓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您等一下要講的是哪幾種過敏 是過敏這個東西啊 一般人就覺得 我經常打噴氣 然後流鼻水 那就是過敏 或者碰到什麼東西 腫了就過敏 除了這個以外 還是很多我們不舒服的地方 都是過敏的原因引起的 哪些不舒服有可能是跟過敏有關的陳醫師 一開始 比如說從那個鼻喉方面的話 你那個鼻子塞啊 流鼻水啊 或者甚至那個咳嗽啊 也是有可能 很可能是那個過敏的問題 耳朵癢啊 然後到那個像 還有那個比如說嘴巴裡面 有一些那個什麼破的啊 很多東西 欸是什麼virus啊 什麼病毒啊 這裡面很多時候 絕大部分都是過敏的東西 然後肚子不舒服 拉肚子啊 然後甚至什麼痔瘡啊 這都是很多是過敏的 喔這個倒是沒有想到 那還有些很多朋友大家皮膚過敏 皮膚這個非常非常普遍啦 對 還有人說欸 皮膚這個東西是不是什麼 什麼那個感染啊 要不要塗什麼抗生素啊 是絕大部分都是過敏的情況 那過敏我們總是要解決它吧 就是不管是暫時解決 還是能夠 能夠把它根除 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比較難一點 過敏這個東西啊 是你人生下來 你那個人體對一些 那個外來的東西的反抗 反應 那就像那個什麼 那個保護人員 你要他保護你 但你給他什麼手榴彈啊 什麼一道大炮啊這樣 這個是過分的反應 如果他一生氣的話 什麼媽媽狗狗走過 他都要開機關槍的話 就這個是過分的反應 過敏就是這個比例 對 就說他不應該那麼強烈的反應 他過分的反應 打傷了自己 然後才出現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我們平時出現的 有兩個方面 最重要最有效率的 就是避免 你能夠避免那個東西的話 你就不會去對它有反應 那就沒事 但是如果真的沒法避免的話 也許就要去吃藥或是塗藥 反正是有方法的 那你說我們要避免的話 怎麼樣避免 當然你要先去 Find out to identify 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這個東西是什麼引起的 或者是什麼情況以下 你就會發生這種情況的話 你就去避免這個情況 是有的時候也避免不了啊 就搬家的時候 春暖花開了 春暖花開了 花粉來了 然後當然就開始打分析 很多是看不到的東西 比如說你鄰居什麼新 還有灰塵 可能是有點問題的 還有陳醫師 那就說過敏的話 如果我們大家不管他 覺得說 哎呀反正每一年到這個時候 我就一個月兩個月 我都會難受 又流眼淚又打噴嚏 但不管他過一段時間就好了 那這種做法 對還是不對 當然自己難受了 一定要解決他自己 當然自己難受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你不控制的話 有時候會腫的 或者那個發炎太厲害 那皮膚都破了 然後就很容易被感染 那比如說你那個 呼吸系統感染 那個過敏很厲害的話 很容易細菌啊 什麼病毒也很容易進去 所以也不應該這樣 那你的建議 給大家的建議是什麼 因為我相信 有過敏的朋友真的是不少 對如果呼吸系統過敏的話 其實現在市面上很多 可以自己買到的東西 當然我還是主張你先去看醫生 看他判斷到底是不是過敏 但如果是的話 他會建議你用什麼藥 但一般來講 他可能就跟你講說 你在外面over the counter 去買一些東西 大概就可以了 對呀好 聽聽醫生的話 那麼大家如果有過敏 這方面提問 那你可以請教您的家庭醫生 當然如果是陳醫師的病人的話 那就看陳醫師了 不能在家待著 忍著了 好下面兩個單元呢 我們要請陳醫師 跟我們大家看一些您的照片 因為拍了好多照片了這些年 上萬張都不及了 然後今天大概我們敲了五六張照片 我們來講講風景 然後大家開開心放鬆一下 然後請風景講講您是怎麼拍的 我們講講攝影好不好 好好好 待會見